满桌子香噴噴的點心 都是花蓮慈大附中家長會 為孩子準備的愛心 鐘聲一響 學生湧進大廳 慈大附中班連會的同學 自主規劃沐西沐愛活動 從洞縣繪製海報等等一手包辦 要募集同學的愛送往印尼 時光上有說 平安的人要救助苦難的人 其實我們現在是學生 我們能幫助的不多 就是我們只能藉由我們現在支撐的力量 然後盡一份心 然後希望天下可以無災無難 然後受苦難的人都可以得到撫慰 琳琅滿目的玩具以及食物等等 是慈大附中小學部四年級的小朋友 看見印尼發生嚴重的地震與海嘯 主動向老師提出要舉辦送愛心的活動 很多用不到的二手物品 我就跟我媽媽討論說可以把這些二手物品賣出 然後那邊的所得就可以去救助他們捐助他們 而且又可以達到媳婦愛物及救人的目的 響應竹筒歲月啟發善念 無論年紀學生自發性的籌辦活動 希望每個人小小的力量可以給災民感受最溫暖的關懷 帶來新聞花蓮綜合報導